今天我們要吃南京著名的黑暗料理 火珠子 我們還要吃肉末煎餅 南京大包 不過在他之前 我們先吃個當地非常有名的鴨油燒餅 走 去看看 先來排隊買燒餅 幾十個人在我前面吧 真的大家都是一大袋一大袋的買 感覺就很厲害 我們要吃飯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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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兩位 好 來 這邊這邊要吃飯 十五塊錢吧 你好 我要每種一個 九塊啊 好 好 好 謝謝 來我現在買了燒餅了 到對面的莫愁湖公園 這公園還是蠻漂亮的公園 更重要的是 有好多大媽大爺在這邊跳舞 旁邊一邊是民族舞 一邊是白手套舞 大家都跳得非常的認真 還蠻有氣氛的 挺好的我覺得 來試看看燒餅 我四種口味都買了 有鮮肉月餅 豆沙月餅 然後還有兩個燒餅 來我們就從鮮肉月餅 已經開始 哇摸起來好酥喔 看起來真不錯 來一口 好吃 外皮很酥 可以感覺到用了很多的油酥的 裡面肉餡也很鮮 而且它是屬於白肉的 所以你吃到那個肉比較單純的鮮味 料多實在 四元一個我覺得還是挺划算的 來下一個 豆沙月餅 也是非常實在的一個 好像兩塊二吧 吃看看 皮也是很酥 稍微硬一點 裡面的紅豆餡放得好滿 綿密香甜 甚至帶了一點點棗泥的味道 挺不錯的 好吃 下一個 一塊五的蔥油燒餅 南京 雌米小吃 來吃一口看看 哇 每一口下去啊 都感覺那個一層層的酥皮 在你口中碎裂融化掉那種感覺 這個燒餅滿驚豔的 比其他兩個月餅更厲害一點 中間夾了一層鹹鹹的蔥油 有點鹹 可是他外面層次多 所以剛好綜合掉了 整體口感一絕 來最後一個 這應該是黑芝麻糖酥燒餅 吃看看 也是很香 層層堆裂的脆感 裡面很滿的餡料 一大塊 真的是變成一個糖酥那樣子 芝麻香味的糖酥 好吃的 這個是肉啊 中辣吧 中辣吧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好 好 好 謝謝 那到我的南湖董阿姨肉末煎餅了 南湖其實就是莫湊湖的南邊 那這個董阿姨肉末煎餅 一開始他們是在公交站的轉角擺攤的 聽說是凌晨 擺到早上9點左右 那現在呢 政府弄了很多小餐車在這邊 他們白天也有開業 應該是雇員吧 但是來了來了 我們試看看吧 我點了兩肉兩蛋 17元 料真的很多啊 感覺很豐富 來 我們吃一口 滋味很豐富啊 料多實在的感覺 滿滿的肉末在口中 旁邊的餅 它煎的是比較焦脆的 帶點咬勁 裡面還有很多煎餅的標配 主要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那個肉末 煎得很入味 吃不太出來那個肉的鮮味在 但是還是很滿足 不過我覺得如果是 半夜來體驗那種鬼灘那種感覺 街邊的小灘 可能更有味道一點 好吃謝謝 拜拜 來下一家我們先買兩個大包來吃 然後再去旁邊排高團 當地非常馳名的徐阿姨高團店 後面第一家徐店高包子鋪 走 你們什麼時候會蒸包子啊 下午到兩點頭 啊就重新開始做是吧 一點正圓 早上那時候我們剛剛下班 啊剛做完 剛做完 快點了 快點也沒有了 命啊 命啊 沒有了 咬個 海鞋 明明 還不夠 沒有了 大六兩種 蟹 一口 大六兩種 你好,我刚付了7元 我要一个肉包,一个菜包,然后一个豆沙包 好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好,谢谢 拿到我买的包子了 我买的肉包,菜包,跟豆沙包 包子的个头呢,不算特别大 但是已经属于大包的范围 还没有到大大包 肉包3块,菜包和另外的豆沙包都2块钱 我们马上来试看看 一口 嗯,好吃 真材实料 它个头不大,但是馅料白的好满啊 外皮蓬松,微甜 感觉应该是老面发的 整体搭配起来,就是皮薄肉厚的包子 可以 来,下一个我们吃菜包 感觉也不错,一口 嗯,它这应该就是一般的小青菜 但是它拌了麻油以后 加了点糖提鲜 没有那个青菜的色味 但是微微带点脆感 配上它这个包子 厚薄,刚好,发的刚好的变品 不错 下一个我们吃个豆沙包 然后现在有一个大爷骑着摩托车 贩卖酒酿在我前面 播音播的,我都不知道我收音收的好不好 不管怎么样 来,吃看看一口 嗯 我喜欢这个豆沙包 细腻粉嫩 红豆香以外 还微微带点颗粒感 甜度会比一般的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 包子很好吃 谢谢,拜拜 来,现在排许阿姨高团店 人气真的很高 哦,这条街上面少数要排队的店 直接去烤就冒油变成这样子是吧 对 啊,油烤出来了 蛋黄的油烤出来了 会不会烫啊,小心 不烫啊 对,他也是不烫 哦 啊 还是不烫啊 这是有个人 我看了 你还是不烫啊 我看了 你还是不烫啊 对,他不是不烫啊 是不烫啊 就是不烫啊 就是不烫啊 不是不烫啊 就是我们在转发 我们想去烫拉 是不烫啊 我们平时 你吃一下 不是不烫啊 到吃 我们的 road 你游不烫 有分的 有分的 应该就是去综合它 对 外面有的白芝麻会多一点 然后或者就是加盒 你好 我要芝麻豆沙蛋黄肉松的青团各一个 然后再一碗桂花赤豆元宵 那个没有 那个没有啊 好那就这三个吧 来拿到我买的青团了 有蛋黄肉松 有芝麻 有豆沙馅的 我都买了一个 那青团这个东西呢 一千多两千年前就已经有了 那时候叫青金饭 然后在江浙宫这边呢 从宋朝到明朝开始流行 就带去清明节扫墓的时候的一个小点心 那这也是为什么江浙湖附近很常是用艾草拌糯米做成青团 因为艾草其实有周籍避凶驱轨鲜之类的功效嘛 虽然可能是封建迷信 但是大家还是拿艾草来做这个用途 但是其实青团不是江浙湖这边特有的 像在台湾闽南地区啊 就是叫插柜 也是用青草之做的 只是可能不是艾草 甚至到客家地方呢 它们有青版或是艾版也是类似的东西 青色的 咸甜都有 来我们现在就来吃看看肉葱的 真的非常的糯唧唧 非常的软糯黏稠 而且馅料包的超级满了 好多肉葱跟蛋黄 一口下去真的这个体验滋味蛮丰富的 确实是好吃的 虽然说八块一颗不是特别便宜 但是这个料真的是多了 诶这个是你们家的 诶对对对 是吧 我姓许 我姓许 许阿姨是我的姑妈 是吧 我是她侄子 认知里面都认为青团是艾草做的 实际上不是 植物或者是蔬菜做为染色 有菠菜的 有蚝枝做的 还有麦苗枝 我们家主要就是麦苗枝 然后麦苗枝会做出来会稍微绿叶点 因为说实话 我们做这么大老店 完全没必要用色素 好好好 谢谢谢谢 我来试一下 谢谢谢谢 谢谢姐说 拜拜 这不是艾草做的 是青麦枝做的 发酵过的青麦枝 辨别的方式就是你放在太阳底下晒 它如果会发黄 就表示它真的是用叶绿素 不是用一些漂色剂的 好我们这个应该是豆沙的 我们吃看看 哦 又是超级糯唧唧 里面也是包了满满的豆沙馅 它也是那种绵密细腻 但是带一点豆沙颗粒的 不错 不甜 好吃 多一个这应该是芝麻的 我们来吃一口看看 哦 一入口芝麻香爆出来啊 很有嚼劲可以嚼很久 里面芝麻香 豆沙香 甚至咸淡肉酥都非常香 我觉得每个口芝麻都不错 好吃的这个青豚 拜拜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 好好拜拜 来我找到了一家 在小巷子里面 听说是活猪子专卖店 我们先来看看是怎么样 这个 活化箱 哇 那里面是这样的 这双关是吧 就是判断时间是吧 对 我要看它动不动 我就不快干活了 因为它要是一直不动 就应该拿在手上 对 这一条是个眼珠 哦 它动了你看吧 你看到好多 但是它总是有一点 有一点 嗯 没事 您转一转就好了 看到 我转一转就不是它在动 你看它在靠近 然后它就走掉了 这点就全是 这个就没有了 对 你看不到它 没有胚胎 它动了 这一点点 但是非常不明显 你怎么都不可能看 哦 了解 三热 简直让你觉得 那种 那种你简直 不能想象它那种一样的 非常棒 非常棒 好 我煮上 嗯 没有差别啊 没有 有差别跟11天有差别 但是我没有煮11天的 我的意思是这几个没差 这几个没差别 哦好好好 来拿了一个半鸡半蛋 然后这个是14天的 我们来试看看啊 哎呦 有漏汁出来 你瞧瞧那个汁 看到这个蛋上面有点血管 然后有一些汁 这个汁是得喝的 吃看看 嗯 就是个温和的 咸鲜的味道 可以接受 来 14天的活猪子 这个血管看到没有 活的煮才有 死的煮就没有这个血管 吃一个 嗯 挺好吃的 湿滑 然后口中就会化掉那样子的感觉 非常非常鲜嫩的鸡肉 还没畜生的鸡肉 下面这部分 就是黄黄的蛋黄 里面已经长了好多血管 非常有趣 来吃口吃吃看 蛋黄的口感 可是没有那个沙沙的感觉 软嫩 带点痰 不错 然后最下面呢 还有个小气的胎盘 营养之源 哎呦 好硬哦 卤的快变成铁蛋的那个蛋白的感觉 好有嚼劲好硬 来我们先吃个十一天的 老板娘说怕我十六天开了以后不敢吃 哈哈哈哈 试一下 哦 鲜 就是 纯纯的鸡汤带了蛋香 然后带了微微的咸味 对我来说已经不需要加盐了 然后 然后现在有一只小鸡躺在蛋黄上面 一口吸 来 嗯 哦 虽然是小鸡形状 可是感觉是五骨的 就直接化在口中了 哇 很有趣的味道 这个十一天的蛋黄地方明显就不一样 更软嫩 其实这边好像蒸蛋啊 来吃看看 嗯 有些地方像蒸蛋 然后里面粉粉的 就像我们一般吃那个煮熟的鸡蛋黄一样 这跟鸡蛋的口味就很像了 然后下面 还有个很硬的这个胎盘 感觉是硬了不少 没有试试看看 太硬了 嗯 确实硬 嗯 牙口不好还真的嚼不动 来嘛 还有一个十六天的 算是年纪比较大的 吃看看啊 嗯 嗯 汁挺少的 喝不到什么汁 就没有那么鲜了 但是也不会说到难喝 其实就是少一点鲜味 来看这个血管 特别的出十六天 吃一个 鸡爪 吃一个鸡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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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跑出来了 小鸡腿跟鸡爪 我可能咬了半只鸡 可能咬了头 我看过最小的鸡爪 就感觉像你在嚼一整只鸡 已经有一点细碎的骨头 那果然大家来都买十四天鸡 是有道理的 十六天就没有那么美味了 就感觉像你在嚼一整只鸡 拜拜拜拜 好吃 谢谢 烧饼肉饼包子高团 到最后面吃了活猪子 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呢 对我来说最特别的 就是这个活猪子 大家真的可以来吃看看 赞 好啦 那就这个影片啦 拜拜